今天節目呢 這個有一位呢喜事重重 從化妝間一路笑... 笑到... 對啊 對 壽經典跟寶媽 謝謝妳 因為一對呢 我覺得也是 她又開始回到她的工作崗位 然後今天媽媽來為她住正 鴨媽 鴨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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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 沒想到她願意跟女兒穿一樣 真可愛 她願意演鴨媽很會表演的 是嗎 她很會手語 很厲害 真的 那等一下我們要請鴨媽 表演一下手語 那沒問題的 鴨媽真的沒問題 喜歡表演 來 請坐... 今天我們都要來談談 每一個人這個 妳知道我這個節目 我覺得真的是 做節目真的是一件 非常愉快的事情 所謂愉快的事情 就是說 在我這個節目裡頭 很多人啊 沒有朋友 需要桃花 好 妳這是比較案例外的喔 有很多人啊 有一些事情來了 然後就又雨過天晴了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在這裡頭 就是看到每一個人 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所以每一次呢 我覺得都要來聊聊 人摔過膠怎麼爬起來 如何情傷又如何 再衝進去 再衝進去 然後這個 我覺得人怎麼樣寂寞 又怎麼樣圓滿 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這裡頭呢 媽媽能來 我們非常歡迎 謝謝 謝謝大家 我覺得最辛苦的應該是鴨媽 對不對 就是說 自己女兒其實進演藝圈 就已經很不放心了對不對 對啊 可不是 媽媽 哪有自己說 女兒長得很好笑呢 那我本來還說 她要跟妳說妳 長得跟妳還滿像的 我都講不出來 她長得很可愛 對 長得有特色 那她進演藝圈 妳那個時候有沒有很不放心 真的不放心 她 她又 她又有點呆 她實在是路痴又 又 所以我說她演藝圈 她五光十色 妳怎麼過 妳怎麼過 真的 所以剛開始我都要 開車送她 其實鴨子發生這件事以後 可是對鴨媽跟鴨子來講 母女的關係卻是 卻是大大的進了一步對不對 非常 因為其實鴨子在前 就是在去年之前 她的工作很多 所以她就搬出來住了 勢必跟媽媽就一定有一些 妳明白嗎 媽媽就是緊張 但是媽媽又不能管這麼多 因為勢必鴨子有她的朋友 一定是 鴨媽因為她也算是 有在外面工作那個 所以她就會覺得說 我會很擔心我女兒 到底交的朋友 適不適合她或怎樣 所以這一段她們的母女感情 勢必有一點點 一定是 因為母女如果不坐在一起 一定會不一樣 真的 女孩子嘛 鴨子或者靜眼眼 都很想長大 妳都很想說自己承認 我可以 我可以的 我沒有天不怕地不怕的 我沒有什麼事情 是不能控制的 我覺得這些事情我都可以處理 她很俗啦妳知道嗎 她很俗啦 她就那個事情她就躲起來了 我也不知道 我看了新聞才曉得 沒有回來跟你講 沒有講 回家就跟沒事一樣 我覺得說她 這八個月在家裡面 我覺得她 變老了 每天像老兵一樣有沒有 講說天文地理 媽媽 我跟妳講那個 妳看 我告訴妳 有些太陽在哪 那晚上 我說那妳怎麼知道太陽在哪裡 拿一個手機然後會定位 什麼什麼北極星什麼星定位 然後說太陽在下面 在我們下面 然後每天看雲 看雲 今天雲躲比較多 今天的 今天雲跑得很快 台書又來了 以前妳女兒講 這個都跟男朋友講 現在沒有辦法 媽媽 妳 妳看 我覺得做女兒也很難 現在跟妳講 月亮在哪裡 太陽在 妳又嫌她煩 妳好像老兵 我在想說她是不是 心裡面有什麼 應該沒有 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 沒有…應該是時間太多 在攝影棚 可以發洩掉她很多 該講的話 鴨子一來就沒有停過 妳知道嗎 幹嘛 她如果在家 除了幫妳忙以外 她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她也覺得很多地方不能去 當然我覺得這八個月 也是讓她好好自己的沉澱一下 我覺得有的時候 年紀輕就覺得很多事情很好玩 什麼事情都不怕 小孩子 我有的時候講 當然不希望她摔跤了 對 但是有的時候小小摔跤 會讓自己 讓自己沉澱一下 失去某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八個月當中 妳有沒有好好想想自己 對演藝這條路 我要再怎麼走 我總覺得演藝這條路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在當時所有的報導 對妳也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我覺得 但是做錯事就是做錯事 然後我覺得再開始 再走這條路 妳看 我又在講 對啊 就動不動 忍不住 好囉嗦 就忍不住 妳現在講 妳這些話很多人跟我講過很多遍 我今天在講 忠言妮兒 我覺得很 這些話都很寶貴 就是 很多人跟我說這句話 我不會覺得是重複或是 不好聽 我覺得不會 就是每一個人願意跟你開口 或是願意看你 看著你的眼睛跟你講話 講一段加油 兩個字也好 我覺得都是很 對我來講 就是每一個都可以收起來 然後放在寶箱裡面的 有沒有 小燕姐妳看她這樣講話 她 媽媽 她長大了 媽媽 她長大了 她在家裡面 她在家裡面妳知道嗎 她就 就像那個 搜東西搜搜 她就會一樣 東西會檢查很多遍 垃圾袋摺一摺 這樣東西放 很好啊 人家 人家如果有這個女兒家裡在 我講 如果說 妳的女兒在幹嘛 我的女兒在整理家裡 那只好看看 看看雲拍拍的月亮 還要跟媽媽分享月亮跟太陽 對 太陽那家店很費 不是要跟旁邊那個男士分享的嗎 對 媽媽妳用洗服啊 真的 我們要女兒跟我們分享 月亮還太陽還找不到她 因為她以前覺得我根本不是這種人 對 我覺得她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而且她會跟我講人生大道理 她跟你講一個 對 她就 妳要常常陪爸爸 妳不要這麼忙 因為我很忙 我在餐廳當副總 因為就是辦喜宴的那種餐廳 其實我覺得鴨子 以前也覺得媽媽總是很好 都不理會 不會管理她 對不對 我以前覺得她就是 妳現在知道我在忙什麼了 我以前就覺得她好像 不愛我 其實不是 就是不關心我 或是很少跟我聯絡 我就很依賴朋友 其實我覺得對朋友也可能會 就是太過依賴造成負擔 不是 不是 太多其他的原因 就是會 整個人重心會偏掉這樣 然後後來回家之後我就發現 我終於知道我媽媽在忙什麼了 好像不跟我聯絡好像是很正常的事 我以為我會生完小孩才知道 才知道什麼叫媽媽 什麼叫做媽媽這兩個字 我以前覺得那個電棒燙捲捲頭 那種才叫媽媽 就是會煮飯等妳回家吃 那種媽媽叫媽媽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這種媽媽也滿特別的 妳媽媽很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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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我拉一下